- 原标题,海上执法只看实力,我还紧,海间,余正总多位已有35万吨作者,和海狼山老百姓有句俗话,只要能动手就少嚷嚷,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实力,就没有尊严。 - 拳头不硬,永远是被碾压被记录的命,当代的中国,是世界上无论陆地还是海洋领土,和周边邻国万丈最多的大国,既然我们一向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,那么暂时就不适合海军直接出马。 - 这样一来,海警,海巡,余正等作为海上维权的主要力量,就必须加强装备和队伍建设。 - 中国海警从2018年7月1日企划归武警建制,在我万里海江之法,维权,日本海上保安厅,因此哀叹,在实力上已经远远被中国海警超越,那么这个所谓的超越,到底超越到什么程度? - 坐下来认真地统计了一番,才发现中国海警,海监,余正三家,目前只看属下的舰船总队,已经高达35万吨以上,无论舰艇数量还是总队位,已经超越了日本海上保安厅和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船数量和队位之和。 - 而且三家的新式舰艇都还在持续建造中,有网友发现了中国海警舰船型号的一个规律,这就是中国海警1000多以上的大型公务船,大多数是四位数的型号,而看其中的第二位的数字是几,基本上就代表这艘舰船的标准排水量是多少。 - 例如,全球最大的两艘万吨级海警船,分别是2901和3901,那么就,基本代表了这两艘船的标准排水量是9000吨左右,满载排水量则接近惊人的12000多,标排5000吨级的海警船,现在是四艘,型号分别是1501,2501,2502,3501,果然第二个数字都是5。 - 标排4000吨级的搜9型海警船,也是四艘,船舰号分别是1401,2401,3401,3402,标排3000吨级的海警船更多,只说前四艘,分别是1301,1302,1303,1304。 - 掌握以上规律后,我们来看看海警,海间,与众船的总多位。 - 4000吨级以上的船一共16艘,合计8万吨以上,3000多以上的一共33艘,合计超过10万吨,1000吨到2000吨之间的船,则高达80艘,总多位达到了12万吨,仅仅1000多以上的公务船就有129艘, - 总多位30万吨以上,别急,还有500吨以上的公务船之70艘,合计3.8万吨,这还没算个地方对更小的船,因此1000多以下的公务船,远远超过5万吨,我们就算5万吨好了,日本海上保安厅,目前1000吨以上的船,一共在55艘左右,而美国海岸警卫队超过1000吨的舰船,只有大约48艘。 - 不过话又说回来,美国海岸警卫队,常年编制有固定翼预警机,喷起战斗机,大型运输机和大量的海上直升机,是能全面起飞,可作战斗海上准军式组织,这一点是我们仅仅依靠船多,人多的海上执法力量比不了的。 - 也许过十几年,能找辽宁舰退役,可以整体力转海警,海警也有战斗机海上执法了,责任编辑。 - 赢物浣 FXXX3- 吼汽自仲装兰 - 那边说就好 - 赢物浣 - 赢物浣 - 礼物浣 - ель面 - 几你的 - 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